老板 这个多少钱 这个开5万 这啥呀 这些 没报错吧 这个自然光看来比较好一点 这好不多棉 它除了总水好一点 三千 看你砍一刀也不能这样子砍 头脑脑刀也不是这样子用的吗 太高了 我就看到总水好 但这个料不真的棉 多了 5千 还低了3万 多了 再少一点 少不了太多 5千差多少 那么多还是这么多 啥 这么多 这么多 好好看一看吧 好像第一次在你这里收料子 对 8千块钱了 真的太低了 要过1万5千 才行吧 1万5千 看不到 这种料子在市面上很少的 都可以出两个链条了 不宽 选择还可以 它也没事啊 真的要看着给高一点 我都我觉得看着高速了 行啊 老板 看着轮胎的份上 我再给你加两千 1万4 1万4看不到 本市预算有限 总是不能亏本卖 也亏不了吧 大一点点 你要买杯奶茶喝一下吧 那我给你买杯奶茶 你1万块钱给我 真的 这个加太低了 这样子啦 第一次最后一个叫 1万2 我真的是 你看那是个轮胎 老板娘都真的说了 真的 那洗手帚再给你买奶茶 是 有很多种选择 有平安镯 圆条 泥秋背 还有特色一点的叮单镯 轮胎镯 美人条等等 我们来看看这只手镯啊 除了一点浮眠之外呢 底妆细腻干净 无杂质 像这种手镯做出来起过 肯定能起到 能放整 我的这位粉丝呀 是为多年的收藏家了 他说现在的料子 比以前长太多了 还有不良商家越做越省料 这次找到我呢 就是想再收一只 宽版的轮胎镯 嘿 你可真找对人了 这个轮胎镯呀 我可是在外面找了一个早上 现在的手镯呀 十四已经是轮胎了 而我们手上这条 已经达到十七十八了 粉丝的宽版轮胎镯 起货出来了 净水的底妆 胶润细腻 来看看这透手度 再来看看这厚度 高端大气 善淡 对呀 还有什么高难度的要求 尽管评论区告诉我